好 那我們先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有關於謝國楊說 他是要仿造摩納哥 仿造澳門跟仿造新加坡 好 那這邊是兩個 就是有關於新加坡跟摩納哥 兩個城市 他們在辦賽車比賽的時候的這個狀況 好 這邊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這三個城市 以往在辦這些賽車比賽的時候 他們的花費都是上億元的 那關於基隆的超跑加牛 他開的預算是250萬 然後另外他總花費是400萬 250萬喔 對 250萬 台幣喔 台幣 車有國外來的嗎 沒有 對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疑點 就是你只花250萬 但你想要仿造這兩個城市 然後來去創造觀光 那我們去台中立保賽車場 我們就好了 對 就是這樣 比如說 這個 以這個來講 他是夜間的賽道 所以他光這個燈的照明 他其實就花了1億的台幣 那另外就是其實摩納哥 他也是用街道改裝的 可是他旁邊就有護欄 然後這邊是觀眾嘛 那好 我們來看一下基隆的 安全性啦 安全性 對 一個是安全性 基隆的長 這個樣子 好 我們光看他的車子的那個狀態 其實就不一樣 基隆出現的是改裝車 但是人家出現的是 原廠車 對 人家出現的是賽車 然後基隆只有改裝車 那要請教燕榮喔 因為你們現在就開始 一件一件事情攤開來講嘛 包括剛剛小芳姐說到 這個超跑嘉年華嘛 對 但現在謝國良也反駁了 他說這可以給基隆帶來觀光收益喔 帶來3萬5千人次的觀光 未來可能還會辦電動車大賽 那你為什麼覺得他們不好咧 好 那我們先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有關於謝國良說 他是要仿造摩納哥 仿造澳門跟仿造新加坡嘛 好 那這邊是兩個 就是有關於新加坡跟摩納哥 兩個城市他們在辦 賽車比賽的時候的這個狀況 好 這邊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這三個城市 就是以往在辦這些賽車比賽的時候 他們的花費都是上億元的 那關於基隆的超跑嘉年華 他開的預算是250萬 然後另外他總花費是400萬 250萬喔 對 250萬 台幣喔 台幣 車有國外來的嗎 沒有 對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疑點 就是你只花250萬 但你想要仿造這兩個 這兩個城市 然後來去創造觀光 那我們去台中立保賽車場 不就好熱 對 就是像比如說 不錯 這個喔 以這個來講 它是夜間的賽道 所以它光這個燈的照明 它其實就花了一億的台幣了 那另外就是 其實摩納哥 它也是用街道改裝的 可是它旁邊就有護欄 然後這邊是觀眾嘛 那好 我們來看一下基隆的 安全性啦 安全性 對 一個是安全性 基隆的長 這個樣子 好 我們光看 它的車子的那個狀態 其實就不一樣 而基隆出現的是改裝車 但是人家出現的是 原廠車 對 人家出現的是賽車 然後基隆只有改裝車 對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其實 這邊沒有拍到民眾 但是其實民眾就是站在旁邊 就是紐澤西護欄 簡單的護折而已 那所以只要今天這個車子一失控 它馬上就是撞出去 那其實台灣也不是沒有其他縣市 有想要舉辦有關於超跑的活動 像其實雲林之前就有舉辦過 就是賽車相關活動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出意外 就是車子失控往旁邊撞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撞到孕婦這樣 那前面已經有其他縣市在做示範了 但是基隆看起來是沒有學到教訓 就是好像關於安全措施 依然是沒有做好這樣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既然市政府提到 人流有成長就是三萬五千人的觀光人潮 我今天是台灣的市民 然後我今天喜歡看跑車 我喜歡看賽車 我聽到基隆要辦這個超跑家裡的話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決定去訂房 我期待看到的應該是這樣 而不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基隆市政府在回應這個 我們質疑的時候 可能要請他想一下 你如果今天想要每年都辦一次這個活動 那他明年是不是他也可以帶來一樣的人流 那還是說因為這一次辦完之後 發現其實大家的評論是不好的 然後發現只有噪音 然後只留下很醜的煞車痕 導致於明年再一次辦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任何的改進 是不會再有這麼高冷次的流量的 因為我覺得謝國良改回起來 他動機應該是很想要 Push觀光收入 草地沙發摩天輪 應該都是想要在觀光這邊衝一波 爭到自己的這個市政 海洋咖啡館剛剛說到了 那個白色沙發會變黃色的 那他今年要再辦一次 三百萬 那因為今年夏天可能要再辦一次 那我覺得 我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那麼多人抗議的話 那謝國良不知情嗎 這件事情如果你分開來看 好像不是很大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他對基隆市民最大傷害是 他說全台灣人發現說 基隆市有一個笨蛋市長 有一個笨蛋公子科 那種心理的是創傷之傷害 高雄人是很能夠了解的 為什麼我說這事情很笨呢 首先先講會超好這件事情 除了剛剛任俊哥講安全性問題之外 另外一點在2022年的時候 也有汽車雜誌有講 輪胎磨損造成的污染比廢氣排放 嚴重1850倍 所以你在市中心裡面 這樣甩毀去刮那狠 造成這個毒氣 基本上面的話 我覺得基隆市環保局 應該要去認真去查一下 因為他可能造成旁邊很多小孩子 吸到有毒的這個氣體 再來看你這個標案 這個海岸咖啡300萬元 300萬元的話是這個 市府要去給這個廠商 覺得要給他300萬 那問題就在於是說 你為什麼要去弄了這樣的一個 只有三四個月 只有四月到七月 才會在那邊的一個沙發 剛剛又講到說 去年已經弄過一次 你就發現那個沙發變成拋棄式沙發 因為一旦下雨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收起來 來不及收的時候在外面 曝曬 再這樣淋雨之後 因為基隆整天會下雨 他沒有乾的狀況 是像在衛生上面 可能會有跳蚤 塵蠻 非常多這些問題 結果你去年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失敗戰略 你今年又重新再重演一次 更辦法鋪那個人工草皮 你鋪在那個隧道裡面 那很多人腳濕濕的 踩到那個草皮上面 草皮上面還有積水 搞不好我腳都會變成濕掉 那你說這些事情 也都不會嚴重影響到你的身體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他對於城市的觀光 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你說謝國良他用心很良善 可是你用心良善的結果 卻是造成這麼多愚蠢的政策 不斷在實施 跟班前面所講的那些 還有是說防疫的慰問金 等等的這些政策的票票 所以最後很多人出來問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吃到謝國良 那個六顆貢丸的貢丸湯 不是說要有說明會嗎 只要沒有去全基隆到處 就好好去說明 所以我認為 謝國良他如果要避開罷免 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就貫徹他的說明會 用誠懇的態度去說明他遇到所有的爭議 不要再躲起來逃避基隆市民的監督 好 所以請教到彥榮 因為你們知道現在第一階段還在進行當中 那接下來可能要進行到第二階段 那目前的這個連署分數是要多少呢 那因為現在這個黃和平就說了 國民黨應該要找第三方民間團體 一起出來幫謝國良 他就認為說 好像這個民進黨是特別找你們 來幫他們背書 躲在後面當營污者的感覺 他覺得國民黨也應該要聰明一點 這樣罷免才會有正當性 你怎麼看呢 好 我們已經就是從開始宣布要罷免到現在 我們已經很習慣就是被說是綠營側翼了 就我們自己也會開玩笑說 對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1450這樣 好 那我現在稍微公布一下 就是我們最新的連署數是 其實到昨天統計已經破7000份了 對 那其實是因為在我們正式宣布 第一階段已經過的時候 有還蠻多民眾就說 好 那沒關係 他們就等第二階段再去簽署這樣 所以最近的成長的速度 是有稍微慢下來一點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從最一開始 被說是綠營側翼到現在 有人說我們背後有民眾黨 就我們其實都還蠻習慣 就是大家一直說我們就是 背後有誰有誰 對 我們黨會派出來 但其實我到昨天都還在上課 對 然後 所以你現在是學生嗎 對 我現在就是大事 就是在學中這樣 然後包含簽子是連線 其實我都是利用我們學校的 某一個空教室再去連線這樣 老師應該沒有關心吧 所以你怎麼會上電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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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本身是社會系的 所以其實社會系就是一個 非常鼓勵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是大家都是多多講出來 然後老師也很願意跟我們進行討論這樣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些黨派 應該要去想的事情是 不是今天只有這些有掛黨籍 或是在檯面上在運動的政治人物 才是關心這個社會在發生什麼事情的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上班族或是學生 我們都有在私底下關心說 現在社會長什麼樣子 只是我們的聲量不大 我們沒有機會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覺得什麼事情是有疑慮 然後我們覺得可以往哪一個地方努力前進 對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就是讓不管是現在的執政黨或是在野黨 可以知道說真的不要就是覺得你 當上哪一個位置你就可以亂做 所以我們都有在看 那彥人我問一下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這個廣告 就是這是新的廣告是不是 電動機車騎回家零元月之飛 因為這個是才剛剛推出的新方案 對 立刻已經上來了 這看起來應該是市府的廣告嗎 最近有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可能收回了他的那個嗎 連署書嗎 我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就是大家就是說就是好我去領車 但是罷免還是要轉做的 領歸領 對 領歸領 對 那妳有申請嗎 沒有 就是因為本身我就付符合資格了 我沒有加招 對 所以我沒有去申請 那目前看起來其實身邊去申請 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對於謝國楊的好感度加高的民眾 目前看到是沒有的 沒有的 對 大家反而是比較覺得說 你明明早就可以做 你為什麼現在才做 那你是不是就只是想要暫時拉回票 那我要怎麼肯定 會不會我們罷免取消了 然後你最後還是沒有掏出一樣的 就是一樣的資格來的 所以還是要勾勾容是不是 勾勾容有用嗎 如果現在 我覺得應該還是沒有用 就是因為畢竟已經失言太多次了 那不管之後掏出什麼 有點像是那個放養的孩子一樣 就是當你說謊太多次 然後我們失望太多次之後 之後不管再怎麼補救 其實都沒有用了